Lin Lec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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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林立清 我基本上是一個現在以作家為主 的身份 那我出生是一個工地的監工 就是所謂現場工程師 那待了10年之後 開始書寫第一本書做工的人 那這本書書寫之後 就生活起了一點變化 第一個就是它賣得很好 然後銷售不錯 引發了很多的討論 那我就開始選擇 要不要繼續寫下一本書 那我在今年2018的時候出了第二本書 如此人生 文化一定和你的生活最稀奇相關 比如說如果你今天說台灣的美食文化 第一個要講就是拍骨放和雞腿放 為什麼 因為它大起小樣都有 台灣每天都吃 對 那為什麼它叫文化 因為它已經成為我們基本上的選項 已經變成我們生命或者是生活中不可獲取的一部分 這個時候它是文化 可是自然而然最真實最每天接觸的你最常忽略 你不會認為我們每天吃的便當是文化 那可是我們一開始面對自己的文化 總是會覺得習以為常 就會破壞然後看不起 那是我們自我貶低 代表我們對自己所製造出來的 或者是我們產生的 商業 習慣 價值觀 都還沒有認同 你要讓人家覺得你這個東西是文化 是值得行銷的 是你要真實活在裡面 而且你本身和這個東西 比如說我們要推廣的內容 要產生高度連結 我每天都吃便當 所以我自然告訴你這個叫好便當 那這個時候只要告訴外國人 或者是想要接觸的人說 為什麼我們都吃排骨雞腿便當 這種狀況之下你就會很棒了 你早一點讓他看到這個社會真實的面貌 很可能他心裡會準備 不要把孩子想笨了 他們比我沒任何時候都比 原本的教育者設想的 還要早接觸 各種不同的議題 你看看現在大學裡面在講 勞權的 再看看我以前讀書時候勞權 我根本就自缺 根本那個時候根本沒這些東西 那現在這個時代 我們可以做給下一代的就是 盡可能把真實的東西呈現給他們 讓他們比我們聰明 比我們有價值 比我們有利 你知道教育偉大之處就是 因為我們活的成年人未必有救 我們希望他們更好 所以把資源丟在他們身上 希望在下一代 我能做的是把真實的東西叫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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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